大家晚安 今天全台各地又比昨天再更加的晴朗更炎热一点了 从微信图上面也可以看到 今天呢台湾上空晴朗一片 就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影响 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区域都会抑制对流发展 所以在今天呢就连午后震雨 其实也都相当的不明显 只有在山区呢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的午后震雨而已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这样子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天气状况 至少会持续到这个周末假期 北方呢虽然说有这个蜂蜜云系呢 逐渐的在接近 但是真正要南压影响到台湾的时间点 大概呢会落在下个礼拜一二左右 所以整体来说呢 这个星期都会像今天这样 都是晴朗炎热的好天气 而且温度的部分呢也都相当的高 北部地区呢高温都可以来到34度到356度左右了 而中南部地区的高温呢 也大概都可以来到33度34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 接下来这一周都是热烘烘的天气 就连午后阵雨呢也非常的少 少了午后阵雨的降温呢 可以说是白天热 晚上也是非常的热 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请加防晒小心中暑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呢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各地呢都是晴朗 而且呢阳光非常强的这种好天气 紫外线呢都会到达过量到危险的等级的 所以外出呢一定要记得加强防晒了 而高温呢都可以来到33度到34度左右 这个北部地区呢台北市哦 更有机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 所以提醒大家多喝水呢是一定要的 特别是呢在中午前后气温最高的时间点 真的要避免从事一些剧烈的活动 小心中暑了 好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哦 本周呢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影响 各地都是很晴朗 炎热稳定的好天气 高温呢都有机会来到34 5度左右 甚至是都会地区有机会来到36度左右的天气 所以提醒大家 接下来这一周都是热烘烘 外出一定要记得勤加防晒 多喝水小心中暑了